女生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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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B你知道道的是Gay嗎? 真的假啊? 對啊 其實我有一點感覺 你那個上次你跟那個朋友 唱歌的朋友就是人在講 他真的有那個體質 他很誇張欸 很扯啊他遇到靈異的事情的時候 他都會抖一下這樣 就這邊了 就這邊了 去看一下吧 欸 欸 幹嘛 蛤 欸 我在這裡 就是一模一樣的夢 什麼一模一樣的 就是夢到我跟你兩個人 我們走在這邊 然後你上去那個階梯看著我們 然後路段撒下來 屁啦 真假的 真的一模一樣 幹 我好像有做過類似的玉之夢 也是你跟我在這裡 對對對 就現在這樣 然後就是 好像我這個場景 跟這些動作我都做過 這種感覺 所以我們兩個做了一模一樣的 一樣的 你覺得 我們還要上去看看嗎 那樣子 好 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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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到白白的東西嗎? 一個人形的這樣子飄過去 那邊? 我沒有看到 就上面了 我沒有看到 我沒有看到 現在還在嗎?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 就很快這樣子 那它是什麼形狀? 就 有點人形的樣子 真的假的啊 所以是看到鬼 剛剛的東西雖然是拍的 可是真的是正式發生 其實並不是只有我跟阿B來 還有一個湯狗 它也有來跟我們探險 那玉智夢的部分 它是沒有 可是它有看到那個白白的東西 對白白就是一坨很白的東西 然後大概持續個幾秒吧 就不見了 你也是看到跟阿B一樣的東西 對 又有點嚇到 那個時候 真的就只有我沒有看到 他們兩個都看到了 今天就感謝他們兩個 他們等一下先走了 剩下我一個人去那個地方 挑戰都市傳說 也相當於隔了五年之後的玉智夢 我回來挑戰 跟我走吧 我要挑戰的都市傳說 就跟標題寫的一樣 走十四步 這個東西的玩法呢 獨自一個人進去 陰暗的小巷 每走一步 就唸一次自己的名字 走到第十四步的時候 會發現 除了自己的影子之外 還多了另外一個影子 那個影子就是 跟在你身後的鬼 我看網路上有人 親自玩這個實驗 據說他玩到 第十四步的時候 後面沒有出現影子 可是他 走不出去這個地方 覺得像是鬼打槍 那所以我今天就來挑戰看看 會不會出現 第二個影子 或者是鬼打槍 又或者是 白白的影子 那我們上去吧 這一次真的壓力蠻大的 這裡 真的蠻可怕的 因為畢竟是輕生於盜 可以不多說我們來挑戰吧 好 那我開始了 汪雨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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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一個銀河 看起來是 看起來是沒有 上面有東西嗎 看起來也是沒事 好 那OK 我也沒有感覺到什麼 那我們就 後續趕緊見 拜 大家好又是我們後續趕緊的時間啦 剛剛玩的那個都市傳說走十四步 散破旁邊有一些動靜之外 其他什麼我沒有感覺 那些動靜有可能是裡面的蛇啊 或什麼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特別 預知夢的部分 後續跟你們交代一下 他們兩個看到白色的影子之後呢 就說不舒服 所以我們後來就下去了 我覺得蠻特別的就是 今天我跟阿B痛死 夢到一樣的東西 其實除了這一次之外 我還有夢過大概三四次玉石夢 有時候夢到 我走在一條街上 旁邊有一個電梯開放式的 去那個電梯 坐下去 一開門我就聽到前面有槍響 不知道為什麼手無寸體 我就想衝過去 然後我就中槍 就很傻這樣 結果有一次在 一二年的跨年 我們一起走在板橋的路上 走一走 突然看到夢裡面的路上街道 旁邊真的也不開放式的電梯 只差在那一天我沒有坐下去而已 真的覺得蠻神奇的 我有上網看一下 做預知夢的原因 通常不愛不就是 大腦把好幾個夢聘在一起 感生錯覺 或者是我們以前曾經接觸過 很類似的事情 儲存在大腦裡面 以至於我們下次遇到的時候 我們以為那個是夢 通常都是這種解釋 那我覺得這些解釋是不可能的 可是我媽她夢過要兩個店家吵架 拿往式桶梯 丟那個店家 結果造成大盒 結果她隔天起來 就真的看到這個一模一樣的行為 而且我有分享說 她夢過有樂透 五個號碼 然後真的就簽中了 這真的是夢一臉串不可知的事情 只是看到場景很熟悉 那麼簡單而已 那我有研究了一下 網路上也有說 這個東西其實 算是巧合 因為人其實一點會說五到六個夢 只是有時怕一三個夢 我們都記不得了 就是我們有夢過 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 所以可能是我們 常年人約下來 問到這麼多夢之中 其中有一個 跟她的號碼 或跟我們要看到那個新聞 是很類似的 我們大腦就把它連結在一起 對 網路上也有這個解釋 自己有另外一個想法 就我覺得 遇知夢的產生可能跟時間有關係 你們有沒有感覺過 有時候時間過得特別慢 或是特別快 有科學人真的研究 這個不是你的錯覺 你真的會因為你運動 時間會變快或是變慢 科學家就有測試過 我把一個射源之中放到飛行上面 飛行 結果顯示飛機上面飛前射源之中 地面上的射源之中 還慢了千億分之一秒 雖然這個差距很大 可是她已經足以證明 運動跟時間的流失是有關係的 愛因斯坦就有提出過 我們的時間其實不是一分一秒這樣子在流失 她說時間其實是跟空間有關 兩個她把它合成為叫做時空 在時空裡面 過去跟現在跟未來 都是同時存在 換言之其實就是 我們的人生已經被既定好了 我們都知道三維空間的概念吧 上下左右然後高低這樣子 你們想像一下 一維空間是一條直線 如果我們把這個直線彎曲的話 它就變成一個二維的空間 那我們把二維空間想像成一張紙 上下左右 假設上面有一隻螞蟻在爬 今天我們把這個紙捲起來 在裡面爬的螞蟻 仍然會以為這個是二維空間 可是對我們觀測者來說 這個捲起來的紙 就已經變成一個三維空間 那我們從出生到現在長這麼大 那我們把出生那一刻 到我們現在長這麼大的 每時每刻 我們全部都把它連成一條線來看 作為一個觀察值 那可以看到這個小嬰兒 從出生開始到我現在這個階段 整個所有的過程 這個就叫做四維空間 那五維空間怎麼解釋 比如說我買的彩券今天開獎 我沒有中獎 我回到我買彩券前的那個時候 再買了一次那個彩券 結果導致我中獎 這個就是五維空間 六維空間呢 就是在折 也就是我們扭曲的五維空間 那六維空間你可以看到一切的結果 包括你可以看到整個時空 所以我就在想 這些理論是真的存在的話 夢到運時夢 會不會是我們大腦真的有一些 我們沒有辦法了解的特殊人 有些事情 現在我們人類是真的沒有辦法理解 星星可以理解人類是什麼東西 也可以理解摩天大樓是什麼東西 可是星星卻沒有辦法理解 摩天大樓是人類建造出來的 其實就是這種概念 星星的智商 相當於四歲五歲的孩童 跟我們也沒有差得很遠 我是覺得 我們要理解的話 可能要到超智能機器人的那個時代 聽說超智能機器人智商比到一萬 超智能機器人出現的話 我們可以觀測到他一些行為的模式 是我們永遠沒有辦法想像出來的 那往這太遠了 我甚至變想要回答你們 最常視訊我問我的問題 騙我一曲是什麼 我的騙我一曲是 不知道我講話 台灣英語 我講台語也有一種口音 不知道為什麼 見諒一下 也有很多人問我說 門廠的題目 要去哪裡 和網路上 不會有真正的門廠的題目 題目它其實是不會公開的 你都只能做這種模擬試題 但是也不幫助啦 測試上的題目 不該題目這樣子 還有很多人問我說 發電的時間 每個禮拜六 一定會出都市傳說系列 其他的時間是不定期 想發殺就發殺 OK 那我們今天大概就這樣 如果喜歡Youtube頻道的話 可以讓我們訂閱分享和喜歡 謝謝大家 我是網購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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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